撞了人家的車你又留紙條 這樣還算肇事逃逸嗎 你來看到 這個清晨五點多有一輛黑色轎車 他不知道為什麼去撞到 停在路邊的轎車之後人就跑了 把人家車子撞得迷迷茂茂 後來車主就發現 其實這個肇事駕駛他有留一張紙條喔 上面寫說我會負起一切的責任 還寫上電話號碼 可是直接打電話給他 他都不接電話完全聯絡不上 而被撞的車主說他真的是好倒楣啊 因為這台新車買一個多月 出估車損超過20萬元 清晨五點多一輛黑色轎車出現 不知道什麼原因路上大失控 車童轉向撞上停在路旁的白色轎車 白車還一度彈起來 可見撞擊力道非常大 招式駕駛完全沒有下車查看 隨後竟然直接倒車離開 車主聽到聲響立刻出來查看 聽到煞車然後撞擊的聲音 我就趕快先下來了 結果下來的時候就 我的車子被撞然後也沒看到人 車主事後發現 招式駕駛騎腳踏車回到現場留下紙條 上面寫著請跟我聯繫 我會處理一切的責任 還附上電話號碼 但是卻從此聲音 一個小時左右而已吧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騎腳踏車過來 就丟在我車子後面而已 開始打是有通 但是沒有人接 昨天開始打就沒有直接關機了 事發就在24號彰化縣北斗鎮 根據了解被撞的白色轎車還是新車 車主買來才一個多月貸款只繳了兩期 但是被撞後車身都變形 連車門都無法開啟 這場技師初步評估車損超過20萬元 車主好無奈只能將這件事PO上網 希望藉由大家的力量找出肇事者 記者林一峰 林宏基 是品華 彰化報導